当我分享这个信息之前 有一些些前提要跟大家分享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我们的生命过得更好 我的生活是不是会更精彩 总觉得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总觉得都是好事 美好的事 但你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 每一次你的生命要有一个跨越 要有一个突破 甚至你的生命真的要有一个 更多对生命的了解跟认识的时候 你要知道我们死亡 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很多时候我们很想把死亡推开 把一些困难推开 但你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 就是会面对死亡 不一定是身体今天就死掉 有点回应 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向罪死 向神活 接着题目有一点想要复习一下 上礼拜 这个康奈章老师来 我很渴望 约尔 弟兄姐妹 家人们 我们真的能够在神的话语 神的真理 神的道 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 真的使我们整个人 全心真知道 我们的信仰 我们在信什么 所以今天早晨我要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分享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所会面对的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雷克乔纳 雷克乔纳 他讲了一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话 他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宇宙中最强大的那两位 都要你死 什么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 宇宙中有两个强大的力量 这两个力量都要我们死 死怎么会是一个好消息呢 但其中一个是仇敌撒旦魔鬼 要我们死 偷窃杀害毁坏 让我们落在一种的罪恶的权势 让我们死 另外是创造我们这位神 他也要我们与他一同死 才能得生命 我就要来分享 从这个角度 很多时候我们很想把死亡 把不快乐 把一些痛苦 从我们生命里面推开 但你知道 痛苦也好 死亡也好 在我们生命里面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上帝看生命跟死亡 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三章十二十三节 约翰福音三章十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尚且不信 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 人就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天 耶稣说我对你们说 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那怎么能信呢 耶稣就说除了从天降下 人就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天 耶稣你在说什么 明明人子耶稣 是从天降下的意思就是 我就明明在地上 我明明活在地上 但怎么人就在天呢 我就是在地上 怎么又在天上 这是我们人所不能明白的 在神的里面 我今天活在地上 我怎么可能又活在天上呢 我明明活在一个水平线上 我们只能活在水平或一个垂直 甚至一个空间 或一个三度空间的里面 我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就不可能跑到另外一个空间 这是我们人所能明白的 这是属地上的思维的 而前面耶稣说 我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那如果说天上的事 怎么能信呢 这一段圣经 是耶稣跟尼哥迪姆的对话 这个对话里面 引申出耶稣的这一个小结论 我们继续要看三章一到七节 一起来读 有一个发力三人名叫尼哥迪姆 是犹太人的官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 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 若没有神同在 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迪姆说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母父生出来吗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 你们不要以为稀奇 尼哥迪姆是犹太人官 尼哥迪姆是有学问的人 因此在整个犹太人 这些宗教的领袖里面 他们认得出耶稣 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为什么他们能认出耶稣 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呢 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 尼哥迪姆从人的角度 从他宗教的判断 眼光里面 他认出耶稣 是从神那里来的 不仅从神那里来 他从耶稣所行的神迹 知道若没有神的同在 在耶稣的身上 没有人能行神迹的 这是我们人能判断 耶稣你身上 有一个好奇妙的 特殊的能力 这是一般人所没有的 耶稣因此我认出 你是从神那里来的 你有神的同在 以至于你能行神迹 我想今天我们不用太多 怎样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能认出来 今天如果牧师在这里 为一个瞎眼的人 逢主人民 眼睛立刻明亮起来 你应该说 耶稣你很有 你就说牧师 你好有神的同在 如果一个瘸腿来了 逢主人民 叫你起来行走 你就说 耶稣你是从神那里 你说牧师 你是从神那里来 你是神的 你好有神的同在 因为你能行神迹 因此这是我们一般人 都能认出来的 好 耶稣就揭许 尼格尼姆的话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从神 就不能见神的国 耶稣在回答 尼格尼姆什么 回答尼格尼姆说 你们认得出来 我是从神那里来的 你们认得出来 我有神的同在 那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神的同在 你也可以得着 因此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从神 如果不是圣灵从神 神的灵再次生我们 我们就无法见神的国 意思是 你就无法能够领受神的同在 你就不能明白 神的同在是什么 因此人若不从神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格尼姆从人的角度来看 怎么可能呢 难道回到妈妈肚子里面 再生一次吗 耶稣再一次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 再一次强调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你没有重生 你就无法领受神的同在 阿们 因此耶稣说 好 你们既然认出 我是从神那里来的 既然你们认出 我有神的同在 所以能行神迹 那我告诉你 你怎样能够得见神的国 你怎样拥有神的同在 就是必须要重生 跟班说重生 重生 不是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 再生一次 这是不可能 从人的角度都不可能的 但我们必须从圣灵 从上头来的圣灵 我们在圣灵里面所生了 因此耶稣说肉身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因此耶稣再一次说 你们必须重生 重生这件事情 比你们能认出 我是从神来的 我有神的同在 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 阿们 你们能认出 我有神的同在 我能行神迹 但今天你们怎么样 能够进到神的同在 这件事情 你们必须重生 从肉身生的 你们就认不出来 你们就无法见神的果 你们就无法进神的果 你们就无法领受神的同在 因为你们是肉身所生的 但圣灵所生的 我们就属灵 就是属神的 神是个灵 我们就属神的 不要以为稀奇 你看我行神迹 你们觉得稀奇 但你们重生 比我行神迹 你们更要以为 重要和稀奇 阿们 亲爱的同姐妹 今天我要表达的是 我们在肉身 我们继续在肉身里面 你永远不能明白 神所做的是什么 我们从人 从地上 可以认出 因为从耶稣所行的神迹 可以认出他从神来 认出他有神的同在 但今天是你认出来了 问题是 你有没有渴望 想要拥有神的同在 你有没有渴望能得见神的果 因此我再次要说 回到刚刚一开始所讲的 耶稣说 我从天降下的人子 我在地上 我算在地上 但是我却在天上 亲爱的朋友们 这句话要记得 同样今天我们 我们属神的儿女 我们也是人子 我在地上 但同样的 我这个人 我也在天上 听懂的挥挥手好吗 今天我们是肉身活在地上 但因着重生的 因着今天圣灵的充满教官 因着耶稣基督 我接受耶稣基督 以及我的里面的心 我的眼睛被打开了 因此我虽然活在地上 我的肉身 我的身体在地上 但是我可以用天上所有的生活的模式 我拥有天国的文化 拥有天国的眼光 我拥有属天一切的眼光 我看地上的每一件事情 阿们 因着这就是耶稣说的 人子在地上 但人就在天上 必须要重生 从圣灵里面 从圣灵里面而生 因着我再次要说 今天你要得见神 今天你要拥有神的同在 所以欢迎圣灵 圣灵我求你 将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十字架 启示在我里面 十字架 其实我这礼拜 我有一点想要复习上礼拜 康老师的东西 因为这个十字架的福音 对我来说 我对师母来说 这是我们整个建造教会很重要的 我三年在神学院里面 我上了很多康老师的课 这一个核心的身份价值 福音的核心就是 耶稣的十字架 没有耶稣的十字架 就没有福音 同意的说 阿们 没有耶稣的十字架 就没有福音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跳脱十字架 不要痛苦 不要死亡 但我再次要说 没有十字架 就没有福音 就没有救恩 就没有生命 阿们 因此我一开始要表达的是 你要拥有神的眼光 不然你永远在看着地上 你看着你生活 看着你 我们都在忙碌碌碌的里面 在急急盈盈的工作当中 你永远看不明白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拥有神的眼光 虽然我们活在地上 但因为你拥有神 因为你有神的同在 以至于你仍然 我在地上 但我们可以好像活在天上一样 因此不是要等到 耶稣基督再来 很多时候不错 耶稣基督再来 我们全然明白了 我们全然明白 我们全然与神面对面 但今天 你要拥有一个属天的生活 不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 今天你信了耶稣 在圣灵里面 不断将神的话浇灌 将福的救恩 启示在我们生命里面 你的心得看见了 你所有的思想 你所有的想法 你所有人生观 不再一样了 因此你不再用 属地的眼光活在地上 你可以用一个属天的眼光 因此你人虽然在地上 但因为你重生了 你有圣灵 你有神的话语 你有蛮有 你认识祂 你能可以得见祂的国 阿妹 因此当我要继续分享的时候 今天我的主轴很简单 但不要被我绕一绕去 绕昏了头 跟妈妈说 不要绕昏了头 牧师不是死亡驾驶员 好 因此我要继续用一个例子 来说到 在创世纪 创世纪二章这里 耶稣对亚当说什么 来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耶稣很清楚地吩咐亚当 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怎样 必定死 请问亚当吃了以后 死了没 他平平安的 快快乐乐的 走着跳着 离开这一棵善恶树的果子 从人来看 没死 没有立刻死 翘翘 但从神的眼光来看 请问亚当死了没 死了 人来看没有死 他还是活泼乱跳的 但从神的眼光 他吃的日子 死了吗 死了 为什么是死了 现在听众姐妹你知道吗 我都在复习上礼拜的信息 上礼拜没有来的 要听一下 死是因为那一棵树 或那个果子有问题 是怎样死 请问 因为亚当夏娃 没有听从神的话 耶稣说 神说 只是分别上礼拜的果子 你不可吃 你吃的日子怎样 必定死 我们人很难明白 我在说很难明白 就像尼克迪姆很难明白 重生还要回到肚子里面吗 吃对我们来讲 是一件快乐的事 你知道 吃怎么会死 吃使我有活力 吃使我情绪开心 吃对我来讲 是多么喜乐的事 今天晚上 要去十元全牧师 退休的感恩礼拜 我们要吃一顿 我今天讲到多有活力 你知道吗 因为晚上要吃一顿 吃怎么会死 从人来看 吃怎么会死 吃让你快乐 吃让你喜悦 吃让你开心 请问聚餐会很愁苦吗 我们这边有一个 做美食专家 昨天你不是帮孩子 做这个蛋糕 快乐 吃 怎么会死呢 吃是一件快乐 吃是一件有活力的 是一件开心的事 但神说 那一颗 只是那一个分别 山岳树的果子 你不可吃 从人来看 吃了 没死 但最后还是死了 从神的眼光来看 他死 为什么 我再次要说 当人不听从神 不信从 听不明白神的话的时候 那个关系就切断了 阿们 关系的切断 是一种可怕的死亡 关系的切断 是一种可怕的隔绝 关系的切断 是你人生最大的痛苦 不相信你 试试看 每次我跟师母 吵架 争吵 大吵的时候 你知道多痛苦吗 你知道吗 关系的隔绝切断 是一种很痛苦的事 我可以告诉你 人生当中 你不管你事业失败 不管你的创业失败 不管任何失败 都没有来的 那个亲密关系的切断 的痛苦来得大 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体会吗 你总觉得没关系 我跟我老婆没关系 换一个老婆 我再娶一个 换一个再娶一个 换一个再娶一个 很不好意思 以我在教会 募会三十多年 你哪好大 你也吃饭没 没关系 你不好好经营婚姻 没关系 没有这个 我再换一个 没有这个 再换一个 没有再换一个 我在我们当中 没有这种经验 但如果你有这个勇气 你试试看 我告诉你 我梦会我看见 以为这段婚姻没了 我下一段会更好 以为这一段没有 我还下一段会更好 请问这个记载在圣经哪里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 哈喽 快乐嘛 耶稣跟那撒玛利亚的妇人 井旁的妇人讲 你有五个丈夫 那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 多痛苦啊 羞耻啊 日证当中 一个女人来挑水 在雅各井旁 有这事情吗 日证当中 高雄你试试看 日证当中 你挑水 晒太阳你就受不了了 还要挑水 那里面那种痛苦羞耻 不怕 反正晒 反正就没有人 没有人看见 你要知道那种羞耻 那种痛苦 我要表达的是 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个死就是与神关系的切断 关系的切断 就是一种死亡 关系的切断代表什么 仇敌撒旦说 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 神说什么 一定死 但撒旦对你说什么 不一定 因为你吃的日子 你就像神一样的聪明 你就拥有神 可以是非判断 在善恶处 哇你就很聪明 现在听众姐我告诉你 你吃的日子死是什么 一个是关系的切断 那个断是什么 你再也不知道你的身份 你再也不知道 你到底你这个人是从哪里来 因为切断了 你不知道你是神 神创造你的 你一个孩子多可怕 妈妈 我们这很多孩子 我就看到我们教会很多孩子 哭着要找妈妈 妈妈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爸爸你在哪里 我会告诉你 切断关系 你不知道 你这个人从哪里来 是多么可怕的 然后你以为 开始你以为 你是上帝 你要决定你的一生 你所有的一生 自己决定 所有的事情 你要自己担 自己决定 我告诉你 这是人生最痛苦的 因此最可怕是 那个切断 就是人再也不知道 怎样听从神 人再也不知道 里面不知道 神 突然神所有的不见 断掉了断掉 那个神的概念 神的形象 不知道我有神可以倚靠 那个切断隔绝 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你开始要担负起 你自己生命的主 你要担负你自己生命 你自己做你生命的神 什么事 你以为你要为你的人生 决定一切 安排一切 计划一切 这是多么恐怖 痛苦的死亡 这个痛苦的死亡 人开始遮怪 人开始躲避 隐藏羞耻 神说亚当你在哪里 请问亚当在哪里 躲在乌化国的树丛后面 用叶子遮盖 非常羞耻 非常羞耻 请问亚当有没有杀人 有没有放火 没有杀人放火 他跟你一样比你还好 只是没有听从神的话 却听从了仇敌的谎言 他没有杀人放火 所以你以为羞耻 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吗 哈喽 你们还在吗 人生的痛苦羞耻 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很多时候以为做了什么 我爸爸妈 你知道很多时候 都会推给爸爸妈妈 你看我没有好的原生家庭 我的爸爸妈妈 我可以告诉你 我认识很多很聪明的孩子 我问你们要怪什么呢 上了建宗 上了四大福宗 上了什么 我的爸妈 你看我的同学 家里面都有一套百科全书 你看我的爸妈 都没有办法供应我 悦耳的家人 今天你可以在话语里面 找到你生命的定位 今天你的痛苦 你的羞耻 不是你干了什么 你做错了什么 因为你不信 你不听从神 那个羞耻就来 阿妹 他也没杀人 也没放火 他只是听从谎言 想要试试看 好奇 然后摘了一颗 分别三分数的果子 偷摘把腊算什么 小时候我们嘛 偷摘把腊 我在花田长大 随便经过一个果园 都有青菜班班的弄物 对不对 偷摘果子 这样我也没死 还很好 神说这日子必定死 我们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上帝 你的生命 你的人生 你没有办法自己来决定 阿妹 这就是一种死亡 在关系的切断 隔绝里面 你没有神 你永远不知道 你从哪里来 你是谁 我在这要说 从人的角度来看 他还是活得好好的 现在有个家人我继续做 你不要以为 我的新耶稣信得很苦 你看我那些朋友 我那些不信主的朋友 你看我现在 我这个时候 11点51分 我要坐在这边听牧师讲道 我的朋友 天哪 他们去喝 准备喝 吃中午 喝下午茶 然后去爬山 然后去骑脚踏车 去骑津 吃海产 然后去哪里 我不知道 我的朋友 他不信主 你看我信主 我信主 我就要乖乖的来礼拜堂 来教会 我要帮助大家 你眼光能够明亮一点 对你的朋友看起来 好像风光 像我们柯P 智商157 对不对 157 他157 我才107 但我是107的 我傻傻 我听从神的话 我活了 阿妹 157的现在还在痛苦 我告诉你 你有看新闻 就知道牧师在讲什么 157 痛苦 我107 我现在很快乐 我要表达什么 你不要以为今天坐在这里 你好痛苦 我被绑住了 还听牧师讲 那无聊的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可能现在他们都很逍遥自在 但我要告诉你 他们在死的状态 他们在死的状态 你在一个活的状态 我真的越大 越服侍或越老 我从里面越感谢我的父亲 我从小真的很痛恨他 帮我们绑住 我的周六 我是没有周六周日的 因为我周六周日都要在教会 几乎了 但你知道 当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能明白怎么分辨 求神给我们分辨的聚会 我再次要讲 需要圣灵的浇灌 神的灵使我活起来 神的灵使我可以得见祂的国 神的灵使我能进祂的国 神的灵可以让我进入祂的同在里面 阿们 你要众神 圣灵教官 以至于你能分辨 我再次要继续把我打 马太跟 路加福音 我要更深入讲 马太福音16 这两节一起来读 来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继续来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上了自己 赔上自己 有什么益处呢 现在我告诉你 读经我好喜欢 就是同样的经句 同样的句子 但在不同的书卷里面 你对照 你就更清楚 耶稣说什么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怎样 赔 跟我们地上的思维不一样 地上是赚 我就快乐 赚 但耶稣说 你要用全心全力 去赚世界 结果是什么 赔 你能懂耶稣讲什么吗 我开玩笑 我去赚全世界 这是我们一生 不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吗 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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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广告词叫什么 我忘了 没关系 耶稣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 我不知道我读神的话 我就是常常在这样的里面 我去默想 我们以为这样是赚 但神的眼光是什么 赔 不是要你不要工作 不是要神也会赐福你 让你有产业 让你有好房子 让你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 你若把所有的心思 一年放在赚 但却赔了你的生命 赔了夫人又折兵 人若赚得全世界 你以为全世界 可以满足你 你以为赚了全世界 你就会开心 就会快乐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这样郭台铭 不用出来选总统 红海就够他开心了 对不对 我们常常搞不懂 你很开心 对不对 你的事业全世界都有 如果你明白郭台铭 对他不是只有在大陆台湾 他全世界每个地方 都有他的厂 应该很开心 何必来烫这个浑水 不满足 对不对 赚了全世界 我还是要一个总统 对不起 我都没有否认当总统 我是没有这个恩赐 我也没有这个恩赐 去向他这样赚全世界 可能我有点酸葡萄的心 但是我要讲的是 耶稣让我们看见什么 你以为你要赚全世界 有了拥有 我们人的心态就是赚 拥有更多的时候 以为就开心就满足了 但耶稣说小心 赔 把你的健康 把你的生命 把你的家 把你这个人都赔掉了 有什么益处呢 我再次要说 耶稣没有要我们不工作 耶稣没有要我们不努力 耶稣没有要我们就懒懒散散 但耶稣要我们留意的 你以为你拥有世界 你就快乐吗 我们就全心全力 毛巾全力 但留意 赔上自己的生命 因为你所有的焦点 都在世界 路加福音讲得更轻 人若赚的全世界 却丧掉了 一个是赔 然后到路加福音 用丧掉了自己生命 你以为赚 其实是赔 我讲这么多这么多 就是要帮助 悦尔的弟兄姐妹 你能明白神的话吗 因为我们里面 都是在地平面地上的 地上的价值观是什么 地上告诉你是什么 我们就用地上的眼光活在地上 以至于你没有办法 你在地上又活在天上 回到我一开始讲的经文 耶稣说 我是从天降下的人子 我在地上却也在天上 但你一直不能明白神的话 你一直不能明白 耶稣所说的时候 你就一直在地上在地上 因此拼命赚 人家要赚我也要赚 但留意 当你卯尽全力 全心全力 转世界的时候 耶稣说 留意 是不是赔上了自己 这很值得我们思考 那就要问了 什么是你的满足 我不是 我知道我们越 我不是说 那我们越来都过得 很清教徒 我上礼拜来 看到我们这个老师 已经叫清教徒 以前在学校还不觉得 现在到这半年 我觉得他好清教徒 不用手机的 现在有人不用手机 可以活下去吗 他一付法一百块 我跟冠生去高铁接他 两通电话一百块就没有了 下面再去联络 没有了 嘟嘟嘟嘟嘟没有了 我这个老师真的好像清教徒 然后吃东西也很少 我们预备得很丰富 够了 我最经典是第一天晚上 跟他吃饭 还要给他 师母说够了不要了 因为他身体不是很好 我们是很热心要服侍他 给他挖菜 咬菜 他说师母说够了就够了 我到今天我还在想 我这个老师在说什么 我现场告诉你 请你把这句话 你解经一下好吗 什么叫 太太说够了就够 我们做丈夫怎么可能 太太怎么说 我们永远不会够了 我们永远唱反调 怎么可能 我没有办法去解读 他内心的事件 我只是表达 我们这些老师 今天很清教徒 师母怎么安排就怎么 然后吃饭吃饭 我们还想继续聊 我们来祷告 他就走了 我们来祷告 我说你妈拜托 你妈真的是不食人间烟火 你们看牧师已经不食人间烟火 我看他更不食人间烟火 我看他只有抱着圣经他开心 你知道吗 听他师母讲 什么走在马路等红绿灯 也在读圣经 这叫清教徒你知道吗 走在马路等红绿灯 把圣经打开来读 你评不 我正想我们月儿如果有这种疯子 哇不错 走路走路 然后等红绿灯来打开圣经 然后等红绿灯读圣经 但我知道 因为我以前就是什么问题 就跑他办公室问他 我对圣经很多不了解 我随时去 他真的就是抱着圣经 不然就厚厚的书在那里 他不是读圣经就是读书 这个真的被呼召 就是读圣经跟读书的人 他可能其他他都搞不清楚 要干什么 好 我讲回来对不起 他是一个世界在他里面 太少太小的人 我们总觉得世界要多一点 要多懂一点这个世界 知道牧师现在讲什么吗 我这些老师 我看里面 神很大 世界很小 我们是世界很大 神很小 留意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耶稣另外的角度在说什么 孩子 我创造你这个生命的价值 比世界更宝贵 阿们 那我们不明白 我们总用我们的生命去换世界 耶稣说 No 你的生命比世界更宝贵 同意的说 阿们 我真的只求圣灵今天让我们活起来 整个活起来 不在死的里面 可能外面你看起来好活泼 就像亚当一样吃了 也没死很好 但神看我们是死的 因为拥有太多的世界 我们满脑筋想的都是世界 对不起我再说 不是我们不能没有世界 不是说我们不能吃喝玩乐 但多少时候 我们里面是自己当上帝 还是真的让上帝 在我里面做上帝 如果我们是一个死人 你知道我很多时候 灵力不活起来是死的 我们读神的话 就是不能明白 如果一个死人 面对 圣经讲一句话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如果一个死人 一个灵力没有重生 没有不明白的 总觉得凡事都可行 罪人听起来是什么 什么事都可以做 管他好事坏事 管他 没关系 但是耶稣在讲什么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好不好跟我宣告一次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我们不要以为 什么都可以做 管他好的不好的 管他对的错的 要留意耶稣在讲什么 耶稣在讲留意 凡事都可行的里面 留意什么是我所喜悦 什么是神所不喜悦 但是罪人领受这句话是什么 我管他的 我只在乎的是 我喜欢不喜欢 我只在乎自己开心不开心 我只在乎自己快乐不快乐 我只在意我开心最重要 我喜悦最重要 神你喜悦不重要 你知道我们对亲信神的话 是何等的麻木 甚至很难 所以为什么需要圣灵重生 没有圣灵重生 即便像尼哥提姆这么有智慧 这么有知识 这么有社会地位 他们只能从水平面认出耶稣 你是拉比 但认不出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只能从耶稣 哇你真的很厉害啊 你能行神机 所以你有神的同在 不过就是这样 但今天我很渴望 我们再次在圣灵里面重生 那个死的从我们离开 以至于我们活起来 活起来 然后打到罗马书 罗马书 罗马书六章六到十一节 这是今天很重要的经文 罗马书六章六到十一节 我再复习一下 一开始我讲到 神说吃的日子怎样 必定死 但从人的眼光角度看 有没有死 没有死 但从神来看 祂是死的 好 我们来读罗马书六章十一节 来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 和祂同钉十字架 使罪生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人是脱离了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必与祂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做祂的主了 祂死是向罪死 只有一次 祂活是向神活着 这样你们向罪 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像神在基督耶稣里 当看自己是活的 到底你是死了还是活的 我们的旧人 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 看起来死了 但这个死是什么 我旧人 这个无法与神 有生命连结关系的 这个生命要死了 看不懂听不懂 我们已经失去一个信从听从神话语的 这个旧的生命 要让他死 我们完全 耶稣你讲什么 神你讲什么 我完全 我听不明白 我听不懂 我听不进去的 这个旧人的生命 必须以耶稣的十字架 同钉十字架 使罪生灭绝 罪生灭绝的意思是 那个罪在我生命中 做王掌权的那一个力量 那个权势灭绝了 读清楚 今天不是因为你的修身 你的养性 你多么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 我们只是因着信心 刘毅 你不是真的去定 你是因为信神为你所做 信神所说的 因为你信神为你定死在十字架 你相信了 你就与祂同定了 刘毅 因为你相信 耶稣所说 你相信 就是与祂同定 而与基督同定之下 有一件事会发生 罪生灭绝 罪在我们里面 做王的那个权势 那个力量 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 奴仆 罪不能再使唤你了 好 我们就用刚刚讲的 亚当吃了那日子必定死 现在你信了耶稣 你整个救人 你所有里面的人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圣经讲得很清楚 罪生灭绝 你不再做罪的奴仆 你不再被罪使唤 可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被罪使唤 我们里面罪在我们里面 我现在还是蠢蠢欲动 我还是会骂人 我还是会不爽 我看这个有时候我还会顿多 我会呛声 我有时候我看这个不爽 我里面还是有罪 但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错 今天为什么需要圣灵 很强烈的重生我们 需要圣灵很强 因为你要看见 不错 因为你没有神的眼光 你总觉得你一直被罪使唤 我跟新耶稣没有新耶稣不是一样吗 我新耶稣也是发脾气 新的耶稣还是发脾气 对不对 但我再说不一样 跟马上说不一样了 对 不错你会发脾气 你仍然被罪使唤 你有时候你还是有贪恋 你有时候还是贫穷 你有时候可能还有很多 很多非分之想 你可能还是会看A片 但我再次要说 罪不能再使唤你了 因为以前你在罪的里面 很快乐啊 今天你在罪的里面 你不快乐了 我年轻的时候 看A片 黄色书刊 然后就收银 我知道不行这样 但我很痛苦 我说耶稣救我 但我要承认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总是败多胜少 失败 失败率 我很想用意志力刻苦挤心 不可以不可以再看 不可以再手印 不可以 但我告诉你 每一次还是失败 立志为善有的我 只是行出来又不得我 我很想温柔 我很想不要骂人 但我里面 我很挫折 因为神啊 你的话不是说 我与你同钉十字架 罪神灭绝了吗 我不再被罪使唤了吗 但我发现 罪在我里面还是使唤呢 情绪不好 还是骂人呢 各方面 但千万千万千万 我可以告诉你 已经不一样 Amen 你如果没有圣灵 你以为你继续活在罪中 但耶稣说 不 你的救人已经与基督 同钉十字架 那个同钉就是 所有的罪的咒诅刑罚审判 落在耶稣的身上 今天即便你犯罪 我可以告诉你 因着你在罪中 仍然继续相信 因此我 我只能说 对可能败多甚少 可能失败率很高 得胜率很低 但是你知道 我就不断的来向着神 当我不断看我的罪的时候 我好灰心啊 我好沮丧 我说神你的救恩 是吗 是真的吗 我还是好像老样子 老样子 跟没有信主一样 但是 我就听信神的话 我说神啊 你既然这样 我每一次最挫折 最堕落 最败坏 我让神啊 我仰望你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个 在我里面那个 私欲 信很强烈的 掌控我的 你慢慢松脱了 我不敢说都没有 但松脱了 我有个力量 我可以来胜过它了 以前总是被它胜过 现在因着与基督同钉 十字架 那个罪在我里面掌权的 那个力量 不在了 慢慢 我可以起来 我可以胜过 罪 今天我要表达的 约的家人 你总是要听信神的话 还是要继续听信 仇敌撒旦说 有吗 你信了耶稣 你不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吗 但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 你看你一切 不是都老样子吗 我可以告诉你 已经不再一样了 阿们 因为你里面 有一个更新的生命 神的生命 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 可能你总觉得 感觉上看起来 还是一样 但是一个新造的生命 已经在里面活起来了 你不断向着神 就能活了 十一节 这样你们向罪 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意思是 看罪 就是罪 你不要一直看着它 罪在你里面 的影响力 不再那么大了 阿们 我觉得生命 就是一个不断更新的 心意更新 不断改变 变化的过程 你正要相信神的话 因此为什么要读神的话 你读神的话 你才明白神的心 读神的话 你就 你的信心有一个依归 一个依靠 没有神的话 你信什么呢 我就相信神 你的实在 虽然要与你同死 同样是死 一个是吃了死 一个是信了耶稣也要死 但这个死使我每一次的死 却经历每一次的活 阿们 我每次好挫折 我就复复在神面前生 有时候会骂自己 有时候咒骂自己 我不知道我咒骂 好像神没有那么大的咒骂 好像我对自己很大的咒骂 羞耻羞愧 当然神啊 怜悯我 我一次一次 复复在神面前 向着他 每一次我的经历 在最窘托 最羞耻 最无能为力的 羞愧的罪恶里面 有一个力量 在我里面起来 胜过他 弟兄姐妹 约了家人 这是神的话 人类的始祖 听信仇敌的话说 你不一定死 但神说什么 一定死 神这里说什么 你要与我同定 是死 但是神却在死的里面 带来 复活 活着 盼望 你们向罪 当看自己 是死的 不错 罪使我死 罪使我与神隔绝 但向神在基督里 却当看自己 是 你如果一直看你的问题 看你的罪 你会出不来 我这几年学会 即便多么挫折 我只能一次一次 看着神 仰望着他 在巴达西伯来书 我快要结束了 后面还有一些回应 好 我们来读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 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 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火的路 从曼子经过 这曼子 就是他的身体 上礼拜你们听见了吗 这个福音 这个救恩 耶稣的血 不仅赦免 赦免里面代表什么 带着什么 涂抹 我再说一次 耶稣的宝血 赦免你 这赦免的意思 是耶稣涂抹 涂抹的意思是什么 好像没有发生的一样 我们总觉得 我们一直纪念着 过去所犯的 但是耶稣赦免 涂抹 好像没有发生 你得以坦然 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耶稣 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火的路 从曼子经过 这曼子就是他的身体 如果你知道 旧约的圣所 圣所跟至圣所 中间有一个曼子 那个曼子 因为人有罪 人不能直接进入到 至圣所 神的荣光之处 但今天耶稣 亲自成为 那一个曼子 以至于他身体 被钉 他身体被你践踏 你踩着他的身体 经过曼子 因着耶稣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来到施恩宝座前 求告他的恩序和怜悯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你没有经过耶稣 这个曼子的身体 他的保险的赦免跟涂抹 以及他 不仅你能进入 很重要是 那个光能进来 不仅能进入 他能进来 阿们 我很渴望 今天这个信息 能帮助你 看起来好像 罪虎视眈眈 每一天扑向你 仇体总是会骗你 你新耶稣跟没有新耶稣 没有两样 你看不是长得一样吗 但我要告诉你 不在意 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那个信心 那个神的话 把你带到不同的领域里面 你虽然在地上 但你今天你也在天上 阿们 你不是一直在地上 你今天 因着信神的话 信神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 你的心 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看起来 好像还在犯罪 可是你在犯罪里面 你里面 你里面 神那个更新的生命 在你里面 有一个力量 让你可以胜过 阿们 因为你会悔改 你会转向 你会巴着神 你会抓着神 神啊 我活不下去 我要死了 但是你以前 没有耶稣的时候 你不知道要抓谁 你只能依靠自己 神是我们永远的依靠 阿们 向罪死 向神救火了 我们来祷告 阿爸父 我需要圣灵 每一天在我里面 有一个新造的 更新的 因此我的灵 需要活起来 以至于 我从内心的深处 不再效法 这个世界 就让我从里面 我不断看着 耶稣基督 看着十字架 神的儿子 耶稣 为我所成就的 所做成的 虽然我知道 罪还恋慕着我 很多时候我们还在 罪的里面 但如果我们有一个 胜过的力量 得胜的力量 是在耶稣基督里 已经为我们成就 和作证的 因此亲爱的朋友 不要被仇敌骗 一直骗你 骗你说 你看你信主 跟没有信主 不是长得一样吗 但我要说 已经不一样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 虽然这是一条旅程 但是我们一直朝着 一个更新的 越像耶稣基督 越像神儿子的模样 而生活 神啊 愿你让我真知道 你何等喜悦我们 我们是蒙你所爱的 我们的苏贞姐 要来回应神 透过今天的信息 还有见证 神开启在那里面 那个过去的黑暗 有一个极大的开启 神的光进来 我需要圣灵 我一直都觉得 我生命里面 有一个很深的羞愧 然后 然后我一直以为是因为 我在 我应该是在2000年离婚 然后其实在婚姻的最后 我其实在一个很深的痛苦 我觉得我就 我从 我现在看可以知道 我当时的状况 所以 所以我 我不去控告定罪我自己 但是我里面还是有很深的羞愧 因为在我婚姻 婚姻很痛苦的时候 我为了要证明 我是有人爱的 所以我有背叛了我的婚姻 所以 我选择结束我的婚姻 那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我生命里面 一个很深的一个 一个挫败 一个挫败 然后 然后其实 我也做过医治 我也 我也在跟我的权柄 讲过这件事 然后我也觉得 我都认罪 我一直在跟在神的面前悔改 但是 但是 我以为这个事情都过去了 但是最近神一直把我里面那个 羞愧一直浮现出来 然后我 今天早上 我在听 佩卿分享的时候 其实圣灵光照 我说 我的羞愧是 是我父亲的羞愧 我的羞愧是我父亲的羞愧 不是 我做错事的那一件 我做错事的 这个事情 神已经为我处理 但是 但是我父亲的羞愧在我的里面 那 所以我都一直想说 因为 因为我从小 我大概 国小的时候 我就开始 面对我爸爸 就是外遇不断 然后妈妈 总是在我们的面前 一直在 在说父亲的不是 所以这件事 让我们很深的觉得 我的爸爸是我的羞愧 我的爸爸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羞愧 然后 甚至我国小的时候 我要转学的时候 我去跟老师说我要转学 然后老师就说 他知道 他里面是非常亲密的语气 就是说 我知道是因为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那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羞耻在我的里面 然后一直到 一直到 其实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不在了 所以 然后一直到 我的父亲甚至在过世之前 他还是有 他还是有女朋友 这样 那其实我都一直觉得 我的妈妈为什么要持守这个婚姻 然后我其实我里面 就是有一个誓言说 只要是婚姻里面 有不对的地方 那个婚姻就不值得 这样子 那后来我其实 我离婚之后 我的妈妈其实他 他很难接受这件事情 所以他一直否认 一直否认 所以我的里面很深的 很深的 一个声音就是 我是我妈妈的耻羞辱 这样 我是我妈妈的羞耻 虽然他都没有说 但是我感觉 我让他抬不起头 我让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在人的面前 说我的婚姻 所以他一直都 不会在人的面前说 我已经离婚了 所以这对我是一个 很大的羞耻 然后我觉得 甚至他 他骂我爸爸的话 好像都骂在我身上 因为我犯了同样的错 然后我觉得 神的大能是什么 其实我信主之后 我很快的就切断那段关系 因为 圣灵的能力在我的里面 让我开始厌恶这件事情 然后那个是瞬间的事情 我觉得 我曾经为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痛苦的时候 然后神知道 我的里面很痛苦 所以 我感觉那个就是一个瞬间 我就脱离了 脱离了这个捆绑 所以我相信 神的灵可以在我们里面 做很多的工作 不管你现在 在什么样的网络里面 我相信当你里面 真是跟神说 你很痛苦的时候 神会帮助你 会把你释放出来 那刚刚在 在整个敬拜里面 我觉得神很深地开启我 但我一直都以为 那个羞辱是从我的爸爸来 这个我承认 但是在敬拜里面 神又开启我 因为妈妈的 妈妈骂爸爸的声音 一直在我的里面 控告定罪爸爸的声音 一直在我的里面 所以好像 当我有跟爸爸 一样的行为的时候 那个羞辞就落在我身上 所以我感觉 神在这个时刻 祂要来帮助我们 除去我们生命里的羞愧 羞愧羞辞 因为那个我们自己 洗不掉 我们自己再怎么样做 都没有办法 但是我觉得神 就在这个当中 把那个羞辞就揭去了 好像 好像那就从我们的生命 被涂抹了 我感觉神可以做 很多奇妙的工作 是我们不明白的 有时候我们很努力 很努力 有时候每个人也搞不清楚 到底从哪里来的 但是我觉得在 在圣灵的里面 祂一定会帮助我们 祂一定会帮助我们 然后其实 我觉得这不是 如果在一个控告定罪 不是来数算 我的父母亲的羞耻 或是我自己的羞耻 而是 而是我们要看见 像我刚刚在金牌里面 我生得很深的呼求圣洁 我觉得神的同在 他就回应我 那其实我觉得 我妈妈给我一个 很好的产业 他在那里面 他持守那一份圣洁 他持守这个家 其实那对我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产业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 我们仍然要看见 神放在我们的父母亲里面 放在我们家人里面 放在我们生命里面 那一份很美好的产业 但是那个产业 好像头底把它封住了 不让他出来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里面 那个呼喊 那个神封在我们里面 那一份生命 要强过这一切 因为神要定义 把我们里面那个生命 那一份 他在我们生命里面 计划呼喊出来 他不要再让仇敌 用这些羞愧 或是我们生命里面 很多的错误 或是恐惧 把我们封住 我觉得神要释放我们 在圣灵里面 他一定可以接触 我们生命里面 很多的软弱 很多的罪 甚至我们自己都不明白 应该怎么去处理的 但是我们要来回应神 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他 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他 神的灵 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里面 跟我们一起突破 我就觉得 今天早上为灵的时候 如果是神的儿子 在我们里面兴起 那些抽屉的众位 就要完全的断开 他的工作 就要完全的崩溃瓦解 因为神的儿子 要除灭抽屉一切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来回应他 阿们 对 兄弟们 相的罪 我们是死的 死的 罪你不能再定我的罪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 而且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的罪 被定十字架了 从底要闭嘴 但是我不要再相的罪 我也不要每天去定罪自己 我不要控告自己 我要转向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他为我定在十字架上 所有生命中的过犯羞耻 耶稣都承担了 想着耶稣我就活了 耶稣就有路了 耶稣在我们身上就有路了 如果你觉得你不重要 你看看十字架上的耶稣 神告诉你 如果你不重要 我为什么要让我的儿子 牺牲他的生命 为了你 你如此的贵重 所以兄弟们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 主啊我要转向我的主 我要看照耶稣基督的眼睛 我不要再看自己 我不要看照镜子 要么就看到自己很多的丑陋 我要看着耶稣 耶稣他的目光照着我 我要听见他对我说的话 我不要听仇敌的谎言 我要走到光里面 神啊我无能为力 我生命多有很多的挣扎 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你生命不断的挣扎 你一样要一边要做好 一边又做不了好 你却会告诉自己 不要再这样了 你又常常在里面挣扎 今天带着你的挣扎 不要向着罪 想带着你的挣扎 来到耶稣的面前 把你的问题困难 你这个你自己 甚至你的问题都带到主的面前 呼求他 向着他就是呼求他 看着他的眼镜 神怎么看你 听见这位神对你说 你是我的爱子 你是我的爱子 听着他对你说 我喜悦你 我喜悦你 听着我们唱这一首诗歌 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要呼召 你一直在你里面有挣扎 很多的挣扎 挣扎在你里面 你无能为力 等一下你就可以来到前面 还有你不管你在呼气的问题 各样的问题 你长久在那个循环当中 无能为力 你今天不要再讲自己的问题 也不要再讲别人的问题 你说神啊 我要来走向耶稣 我要来仰望耶稣 你就带着你的问题来到前面 我们为你祷告 我们从位置站立起来 我们来唱这一首的诗歌 走过的岁月里 人只剩下叹息 在半空时海里 请提立起 我曾充满希望 如今安淡无光 你来到我身旁 特别你在关系上的挫折 我们给到前面 有没有为你祷告 我祷的牧框 照亮我的眼花 我们有需要小同长 可以到前面 来为他们祷告吗 耶稣就莫忘 我碎的心 听见你声音 恩典是我心情 我生命细 我生命细 在天父的爱里 我主的目光 照亮我的前方 耶稣触摸我 耶稣来触摸我 破碎的心 听见你声音 恩典是我心情 我生命细 在天父的爱里 有什么你跟我一句一句来祷告 把你手放在心上 天父我来到你的面前 天父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承认我败坏 我承认我败坏 我承认我无能为力 我承认我无能为力 你都看见我的挣扎 你都看见我的挣扎 今天我选择 今天我选择 不再定金在我的罪上 向着罪我是死人了 我与基督同死了 我的眼目要转向我的主 转向耶稣基督 转向耶稣基督 你怎么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你怎么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你如此的爱我 你如此的爱我 我把我的问题 我把我的问题 带到你的面前 带到你的面前 我能无能为力 我能无能为力 求你来帮助我 求你来帮助我 我把自己交给你 我把自己交给你 基督的爱 基督的爱 基督的光 基督的光 照进我的生命 我为你祷告 祝父孩子为我们带座的弟兄姊妹 来到你的面前 祝父师父听见你对我们说 我的孩子我认识你 创世以前我就拣选你 你生命中所遭遇的每一件事 我都知道 我看见你的痛苦 看见你的挣扎 看见你的羞耻 你的背意气 所以我来到世界上 道成肉身 我要拯救你 我要拣选你 我命定你的生命 加入得胜者的行列 所以你不要看你现在的光景 不要看到你自己 你的眼目 你的眼目要看见耶稣 我的儿子耶稣基督 他的结局 就是你的结局 耶稣的得胜 是你的得胜 孩子永远不要离开你的眼目 在耶稣基督身上 何时你转向主 何时就得自由 主啊谢谢你 主啊一直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来祷告 主啊今天我们带着我们的困境 带着我们的挣扎 带着我们的无奈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承认 我们这么破烂不堪 你仍然爱我们 我们承认你所拣选的 我们如此的败坏 你仍然拣选我们 今天我们选择相信你讲的话 我们不再选择仇敌讲的话 我选择耶稣基督说 我是他的宝贝 我选择相信 我选择耶稣说他的得胜是我的得胜 主啊我的眼睛不再看环境 不再看地上 我要看耶稣 主啊我的眼目要转向你 今天我的弟兄姊妹要有一个新的突破 主啊我们旧的循环要有一个新的突破 主啊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得胜的循环 主啊你打断所有的捆绑 杀去所有的羞愧 主啊不管是父母来的 我们自己带来了羞耻羞愧 奉耶稣的名现在撤去 基督的荣光 基督的荣美 临到我们的身上 父啊我谢谢你 谢谢你 最后我要用加太书二章二十节 请能够帮我打一下 我们请用这个来宣告 加太书二章二十节 加太书二章二十节 我先读一次 可以打出来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设计 我们同生来宣告神的话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设计 主啊 是的 主啊 让我们在这里面 真知道祢每一天每一天 分分秒秒 主啊 都爱着 因此我们在里面 主啊 已经与基督同钉了 依据那罪神不断的灭绝 依据我可以在基督里面 活着活着 主啊 谢谢祢 愿我主耶稣就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教终引导安慰 常有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